基础心理学 研究大脑的方法 FMRI扫描 功能性磁症造影 FMRI 或称功能性磁症造影 是一种用于测量大脑活动变化的技术 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嗯,当一个人从事某项特定任务或受到刺激时 大脑的某些区域变得更加活跃 那FMRI可以侦测到这些变化吗? 确实 这些区域的神经活动增加导致对氧气的需求更大 它们是透过增加血流量和红血球来传递的 那么功能性磁症造影 可以绘制出大脑的哪些区域被不同的任务或刺激所活化咯? 正是 透过让个人在任务或刺激之间交替 功能性磁症造影可以建立大脑活动模式 并识别特定行为特别活化的区域 太奇妙了 如何使用这些资讯呢? FMRI扫描广泛用于研究中 以了解各种认知、情绪和感觉过程背后的神经机制 脑电图、意义机 你是否知道脑电图、意义机是由Hansberger于1929年开发的吗? 不、我不知道 脑电图到底是什么? 脑电图测量大脑的电活动 它使用放置在头部的电极来检测大脑中数百万个神经元产生的电信号 太奇妙了 脑电图可以提供哪些类型的信息呢? 脑电图可用于检测各种脑部疾病 例如癫症或阿兹海默症 它们会影响大脑活动 哇哦,这真的很重要 脑电图可以侦测到哪些不同类型的脑波呢? 脑电图检测到的四种主要脑波类型是 α、β、δ和ζ波 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频率和幅度 这些脑波如何用于睡眠研究呢? 脑电图通常用于透过识别大脑活动的独特同步和不同步模式 来识别睡眠的不同阶段 事件相关电位 ERP ERP是大脑中响应特定事件或刺激而发生的微小电压变化 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呢? 研究人员使用放置在头皮上的电极来测量这些电压变化 当一个人受到例如图片或声音等刺激时 大脑的反应可以被检测和记录 这很有趣 它们是如何将事件相关电位与背景大脑活动分开的呢? 为了隔离与事件相关的电位 多次呈现刺激 并对反应做了平均 这消除了随机背景噪声 并允许出现对刺激的特定电反应 我懂了 ERP的主要类别有哪些? ERP分为两类 感觉ERP PE和NE 发生在刺激后的前100毫秒内 认知ERP N2 发生在前100毫秒后 显示个人一定程度的认知处理 这真的很有趣 您能给我一个每种类型的例子吗? 当然 感觉ERP可以是大脑对突然声音的反应 而认知ERP可能是大脑对需要评估和决策复杂视觉刺激的反应 施检 你是否知道施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某些行为背后的潜在神经生物学? 不,我不知道 施检究竟有什么帮助? N 透过研究生前表现出不规则行为的人的大脑 我们可以识别与正常大脑相比的任何异常或差异 这很有趣 您能举个例子来说明这对心理学领域有何帮助吗? 当然 施检研究帮助建立了精神病理疾病之间的联系 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以及特定的大脑结构 真的吗? 他们发现了什么样的发现? 例如 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而叶皮质神经胶质细胞减少的证据 Cutter等人2001 哇,这真的很有趣 因此 施检可以为心理健康状况的神经生物学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确实 透过了解潜在的大脑结构和异常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原因并有可能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智一来 - 这 智一来 - 刚 Ha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